老師好 那你現在看到這個帳號是我之前 我有付費過的帳號 我來跟老師說明一下技巧 這裡 那如果你沒有付費會怎樣 我回到這個新的帳號這裡來 創建活動你看一下 這是另外一個帳號右上角 老師看一下 當你創建活動的時候他會提醒你 你有五個資源免費你用了一個 你不可以把它刪除 刪除完一個你就剩四個 那就剩四個免費反正五個 不過我覺得你應該花錢付費給他 我教你技巧來 什麼技巧你現在看我做了 這是我另外一個WordWord我有付費過 所以你看到我這邊一大堆 這是我曾經做過的 來我跟老師說明一下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升級好了 升級的地方 就是要付費 如果你免費的話 有什麼有18種活動 他的遊戲我覺得設計很棒 你只能使用五個 可是如果你給他付費一個月120塊 你有33種遊戲可以使用 那可以列印出來 列印不太重要 現在講完吧不應了 那 做題的數量呢 無限 那80塊只能選18種遊戲 那老師我想告訴你 一學期你到-120就可以了 那不是月費嗎 為什麼是一學期 我給你報告一下 先看我的 第一個 先看我的 你在這個月呢 你在這個月你可以做無限 你應該把那題目 活動考卷先 做一大堆 先暫時做一題一題都好 等到下個月到時候你再去做修改 所以這個月付錢 你就什麼 各種提醒 你給他做一堆 到下個月的時候呢 時間到再去把內容修正 所以剛剛不是做完題目 不是做修改嗎 不用錢 所以只要付個120塊 你可以使用他 33種活動 那每種活動就做很多題啊 尤其測意的地方 也許你先給他做個200題 這學期一定夠了 你到下個月到 教材來的時候 你就把廠商的 題目丟給他 來那先看一下 我曾經付過的錢 看看 這裡有什麼 管理付款 我跟你講我之前的經驗 我在去年的時候 覺得他不錯 所以我去年 7月28號付錢給他 那時候呢 我想把所有的提醒 全部做過 33種遊戲 可是那時候我很忙 我就什麼 付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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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麼都沒做 我到今年的 到寒假是1月28號 終於把所有的提醒 做完一遍了 後來就沒有付錢了 對啊 你看到這個 那後來就知道 其實不用啊 你只要付一個月的錢 這學期你就先做一大堆 來老師看一下 現在我已經沒有付錢了 所以呢 他不讓我做新的 我創建活動 我要創建活動 叫什麼 升級 你看見嗎 我不要升級啊 可是我可以修改啊 這是之前我所做完活動 都會在 我的活動這裡 來我改一下給你看 點這裡 這是我曾經做過 我現在不能做新的 再瞄眼 再瞄眼 我現在 創建新活動 他跟我講說 你不能用了 因為你沒有在付錢了 你只能 給錢 來 那我現在做什麼呢 我不要那個 我舊的啊 這一題我可能上個月做的 我隨便做 現在拿來做修改 我改一下給你看 你曾經做過都可以修改 來 我來改喔 修改是什麼 編輯內容 這個是什麼 改成 台中 對不對 社會科 我故意打這個而已啦 來 那把舊的刪掉 生意題來接下來 一樣的動作啊 這五題按右鍵的 來 添加問題Ctrl V貼上 把第一題舊的把它刪除 那在打什麼 把第一題的題目刪掉 你看過 3 1 2 2 3 來注意喔 這是考卷名稱 台中社會我就做完了 所以我開玩笑 一學期你知道付個120塊 你題目先隨便亂做一堆 時間到再去改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以後你就 一學期只要付120塊 你不覺得太划得來嗎 這是我們剛做的 我剛改完的 就在這裡啊 台中社會科 那你可以做一大堆啊 所以老師不要局限在那種課啦 你不付錢的時候大概就不能做 可是我先付完一個月 我可以把 我這學期想要上課 題目先做 你不可能說 老師 我到 然後 3月份準備6月份教材 你先亂做一些活動 只要做一題就好了 先做100題 那到下個禮拜再去改 我上課要給學人考的 所以只要120塊就搞定了 老師有聽懂嗎 多比少 你 沒有 發 聽懂 有 有